作者有的 成賴蒙龍 這個在5050、5060年代 作者有的一位主角 不過看演這齣戲的時候 是84歲 再經過四年 今年應該是88歲 不過可能還是 身體還是滿硬的 你看那走路 八十對走路 這個樣子 不過他在演個十年 應該沒有什麼大活動 這個起因當然就是因為 他是二三年人 然後年輕的時候到八十來 跟那個安的前年 其實也是重複的 人們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在當時裡面 他認識了一個先生 這個先生是 等於大他很多歲 可能事實上都很多歲 然後他比較年輕 但事實上他雖然是 已經結過婚姻 那那個時候他們在這個餐廳的時候 就開始認識了誰 叫史蒂恩 這史蒂恩 這史蒂恩也是 都是服務他的 所以他算是 媒體很輕 所以兩個人就有了一點什麼 有一點感情 那那最後他先生死掉 而死掉了以後 這個經濟裡面 他就是 還是繼續跟他交往 但因為隨著媒體越來越大嘛 所以因為他有自主的一個 中國世界 所以他也交往過很多人 然後他呢 他也是燕育不斷 這是一個滿有趣的 一個人生觀點 不過我未來來講 這個哈佛大學裡面 其實是感覺有做育園 哈佛大學有在 中國十八日的燈光 他說能力裡面因為文化的一種改變 然後很多的那種生命年代裡面 有了一種變化 然後他怎麼會變化 那大概是差不多 在2035年代 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變化 2035年代會怎麼樣的變化呢 他說其中一個就是 意念它會有絕跡 就是我們小診所它會有不見 為什麼應該那個時候電腦 會發達到 只要你輸入 你現在的運用狀況 他就會儲安 所以初級的醫生裡面 他不需要 但是那個時候電腦 也不會開刀 所以醫生都跑到去開刀 醫院也會幫你開刀 那麼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他說 男女一夫一妻妻是在的 還是維持 但是生命人代會完全改變 譬如說就像這個誰 那個 飛達一樣 他可以交往 他先生也可以自動交往 所以各自有各自的點點 但不會相互干涉 這是 這不是我說的 哈佛大學說的 哈佛大學有一種展望學 展望學 他們去預測 當然預測了有10樣 10樣東西到底會不會完全是實現 當然我們就知道 但是 飛達有送他 一個 一間咖啡廳 就是這一間 這其實他當時很有錢 就把這個咖啡廳送給他 他說 這是一項 沒有一般的 沒有代價的 不能要求任何代價的 一項禮物 但是 基於道德來講的話 基於一種所謂的 倫理工廠來講 他還是必須要去負責去找 所以如果他已經 咖啡廳已經給他 實際上有的人一翻臉 翻臉不論你 那多得還 所以還是一樣 我一直打還是要請 但是實際上咖啡廳真的 商業很好 那當然就是必須要花費很多 一種薪水 但是飛達啊 貪要的是什麼 就我提到的 就是 其實這種不管是男女 不管是男女 到了年紀大的時候 其實他們都還是會渴望 渴望 渴望我想的 有年輕的女子 有年輕的男男子裡面 在他們身邊 這個叫什麼 叫做如墨重逢 各位可能不知道佛經裡面 有很多很有趣的記載 很有趣的記載 譬如說 嗯 你的世界 如果你往上到 你的世界 那請問你在那邊 是哪男女的 隨便 你願意當男的今天就當男 你今天願意當女的 那就當女 可是你出去的時候 你如果當女的 你今天出去看到的 都是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 類似18歲左右的 很明輕 很有青春氣息的男生 而如果你 你今天 因為當男的 那你出去看得通 是 各個是如花損失欲的人 18歲的女生 這問題 我把它解決一篇論文 就是非常有趣 為什麼委員會還是會有這樣 所以很多人都說 沒有世界 不是很久近 福地 不是的 它只是一個佛徒 一個佛的佛徒 等於算是另外一個世界而已 也就是說 阿密佛經裡面 只有釋迦摩理 叫做無因之說的 日本經理都有一個經主 就是因為你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跟你談論的時候 我們在從中裡面來就 你今天的議題不斷地延展出來 阿難是因為 那一定是因為阿難 被一個叫做摩登全民的 把它射取進去 因為他們兩個過去有婚姻關係嘛 兩個五百世通通是 恩怨難斷 所以今天看到它的話 阿難又有三十號像 三十號像就是佛 有三十二號像 它有三十個號像 所以長得很英俊 等一下就把它抓進去 那個時候 不見你自己有成功 就把它救出來 所以釋迦摩理才根據阿難的事件 開始講經說法 講了一本叫做 嫩連經 所以阿難叫做經主 那釋迦摩理叫什麼 叫法主 每本經典通通是如此 只有一本經典裡面 它沒有按照這個規則裡面 就是直接有一天 它就突然之間 就開始講彌裸世界 所以彌裸世界是這樣 這是題外話 好 那我們就再繼續 每個人其實 在內心裡面 我才在裡面提到的 那個內心裡面 有看到那個 波士尼爾這件故事 這件事情是非常有趣的 他問他 你幾歲看到橫河 他說第一次是五歲 現在呢 現在六十五歲 那你現在五歲的時候 六歲的時候看橫河 跟現在看橫河 有沒有一樣 很多人看不懂 都以為說我們看淡河 怎麼會一樣 淡河昨天跟今天看 都不太一樣 怎麼會一樣呢 但他不是要講這些 他講的是我們的能見之性 你能看見的是從體內裡面 擁現而出裡面去看的那個想 請問你六歲看的時候 跟六十五歲看有沒有一樣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看世界的時候 我們看任何的東西的時候 會反射到我們內心世界來嗎 那你能看出去的那個能量 你能看出去的那個作用 那個功德性有沒有一樣 當然是一樣的 因為你六歲看東西 五歲看東西 二十歲看東西 三十歲看東西 能看之間有一種能力 能看的那個能力 是不是一樣的 事實上是一樣的 那一樣的話他說因為來自心 所以內心裡面會想什麼 事實上非達二十幾歲 你說他很花心那也可以啦 現在已經只有七八十歲了 但那個不要說花心 就是那種有欲望 他現在雖然做不來 但是他還是會有想法 我碰到一個老先生他講的 是我覺得當然那是一個笑話啦 但是我覺得那是相當得體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也沒有欲望 當然有當當晚女娃啊 就好像 但是問題是他現在是 看到花生很小 但是他說我沒養子可以養 他大概就這樣形容 我覺得形容是還蠻貼切的啊 好 這個其實就是非達 非達此刻是不行的 但是現在是限制了一個 我們傳統的一種倫理的 一種所謂糾葛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他們夾雜的一種 是新的一種 所以那個誰 Skevin他常常講說 你不要以為我有那樣的一種耐性 你看幾乎都要快有半年 雖然是講的話呢 但事實上他還是如此 這個應該要對照那個前面的那個 那個或者那個誰 那個安娜 就是安娜 安娜他在家鄉的時候 但事實上他的媽媽裡面 就是一個已經犯了老人 吃在那裡 他不認得他的女兒 可是他本來就是在那個安陽院裡面 去照顧別的老人 那現在的時候他就死掉工作 回家一心一意裡面去照顧他的媽媽 那個媽媽他最後死掉的時候 這個他拍得那麼長 其實這個裡面裡面沒有多少的東西 這個裡面其實很簡單 但是很感人 你看看他前面的一個所謂的運作裡面 他是用了兩個電影學上面裡面 來講的那座呼應 這座呼應房 我如果拍一部戲 一個老人就都突然斷氣了 不知道各位看過幾個老人 在你身上你沒有看過 我看過很多 我看過很多 包括我自己的父母 通常是在我前面裡面斷氣 所以我會對這種其實是太要緊 然後我這個老人裡面 在呼吸 在呼吸 這電影上面來講說 突然間斷氣那電影都不好看 所以他運用的一個手法 我們稱之間我們叫做硬向手法 硬向手法 所以他會啟發 然後到那邊去打開水龍頭 所以水龍頭不是水也會進出嗎 而我們人呢 這個這個鼻孔裡面 不是也會呼吸進出嗎 就是這樣 所以當他打開水龍頭的時候 呼吸聲不見了 因為這個聲音會吃掉那個聲音 如果他是在這個地方 媽媽呼吸很可以 然後我說朱立明聽聽 沒有聲音 他就跑過去 這個不好看 但是因為是打開水龍頭 然後再關掉的時候 他還要關就 奇怪 剛才是有聲音的 那打開水龍頭以後 這個聲音好像被這邊取代 然後一關的時候 就跑過去 媽媽已經亂七了 所以媽媽這個媽媽還滿幸福的 滿幸福 其实人一生啊 等一生啊 不要说你生活有多幸 而是说要走的时候 能够这样的一种方式里面 我觉得是还是蛮轻的 真的人不必求的太多 能够在这样睡梦当中里面 然后就走掉了 哪是多大的福报啊 所以虽然是他的家属里面呢 比如说那个阿娜里面 有一点点伤感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人中情生里面 大概出生的那一天开始 就已经是注定的 注定的死了 所以那个考卡 考卡 这个阿娜里的作家里面 那就重新写了里面很多的小说 来讲到非常吸引人 但是很深厚 比如说游行币 就是除死型的这个东西 他就探讨到人类为什么要死 说有一个人出生以后 他就被宣判死刑 但是虽然被判死刑 不判死刑 我们都要关起来 对不对 在台北也是关在校儿子 那他也没有被关起来 也没有人理他 他也不用请律师 但每天里面 有一些什么样 照样结婚生子 他已经被判死刑 我们有没有被判死刑 我们每个人早就被判死刑 因为你出生的那一年开始 你早就被判死刑 只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而已 死亡并没有很可怕 死亡是一种很正常 正常的一种现实 所以你说你能够像那个 哈娜的妈妈这样子断棋 那多好多幸福 所以那个他寒冷的那个天气里面 在北方的国家里面 通通是起雪 下雨 下大雪 这个就是老 形容的是一个老 所以在天气它的背囊里面 就应用得非常非常得到 看电影有时候我们要看的 不是只有它的情景 是在情节当中里面 他如果可以把这个故事里面 设定在其他那种国家 当然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南方的国家也可以 或者是跟 纬度跟巴黎里面实际上是 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把它设定在北方 那这个爱旦尼亚 然后满地的通时 那个都大雪 然后大雪里面他有一个媚婿 那媚婿里面也是对他有 不良的气 所以每天喝酒 北方的民主人会喝酒的 像苏联 所以他们都是喝瓦卡 我们这个福特加 那福特加是 几乎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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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的 为什么因为 听听真的是太苦了 各位知道福特加吗 福特加如果你有的话 你把它冰在冰箱里面 冷冻的 放在冷冻 冷冻的话 然后久了以后把它拿出来 然后会变稠稠的 它不会变稠稠的 一点点稠稠的 然后配上一直这样 它是全世界里面 苏联人认为它是天下美味 各位有机会就试试看的话 里面就算高粮酒怎么冰 它都没有办法 你高粮酒再怎么放在那个冰冻的 或其他大陆的其他一个部面 只有因为它是马铃薯做的 只要马铃薯做的酒 它就有办法放在上面 听说它是天下美味 因为每一个国家里面都会说 他们只有天下美味 所以前面的话 这一段落 它的续场里面 通常是在虚录这个地方 各位有没有发现 那个 它12年前离婚 那这件事情 我们为什么离婚 我们不知道 在那同时生活里面 陷入了一个比较 孤寂的一个 因为它其实还蛮孝顺 问题是 它有生了一男一女 这一男一女 所以在它奶奶的这个葬礼当中里面 其实显得非常不合情 也就是说这两个已经慢慢 从离开以后 从她离婚以后 从小在外面长大 很独立没有错 但事实上已经跟她的家族里面 已经是一分为二 所以那很明显 本来是在那个那个餐厅里面 但是她们两个在外面 而且那个猫猫里面 希望她们留下来不行 很快就要成 这个也是表示说 现在心一旦的年轻人 这种情绪里面有没有弱言 她也是非常非常普遍 而后来她不是 刚到放回去的时候 不是打电话回去吗 打给她女儿 打给她女儿 她女儿不会去问妈妈说 你在那边到底遇到什么困境等等 绝对不会的 所以很显然她很有条件 最后留在巴黎 我们大家会看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问她说 你留下来是正确的一个选择 不是就这样子吗 人生里面其实 我们会比较讲究太多的一种 所谓的伦理精神 但是其实国外里面 他们这一方面其实是很有自己 不幸福要自己去寻找 这个当然是观念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道德问题 还有律法的问题 那么还长得非常非常之多的 后来接到一动电话 她就跑到法国去 跑到法国去 第一天就吃了 因为法国人里面 当然很喜欢吃巴松 法国的美食 这巴松也算是一个 还有另外一个棒铁的那个面包 那个面包把它切开了 就去烤 然后一定要加那个什么 那个有大蒜的那个奶 那法国人也说 那是天下美的第一米 这每个国家都有 可是他们都举得出 举得出很具体的东西 请问台湾有没有天下第一米 我们到底是什么叫 珍珠奶茶 是吗 珍珠奶茶 可以天下美味 还有什么 烧饼豆浆 烧饼豆浆 算是天下第一米味 当然吃习惯了以后 我们就有吃的时候 真的是 她真的很好吃 可是在台湾 台湾其实就分了好几国 那比部队大部分都吃烧饼油条 你去嘉义台南 那边吃 早上看你能不能吃到烧饼油条 吃不到 我告诉你她吃什么 乳肉饭 鸡肉饭 什么肉饭 早上一早上她就开始吃了 所以你说天下美 因为南部的一定不承认 北部的也不承认 这个互相里面有她的一种可怕 不过他们的夸送里面确实是无耻 所以你不要去那个超商嘛 那个硬邦邦的 那一定是刚出炉 一定要注意 你住到这个地方来 是下午4点钟出炉 那你早就等在那里面 然后热忍忍的那个带回去 那是最好的 然后他们不配咖啡 配的就是西兰茶 英国红茶 这个红茶一半都要用银的 银的那个 它的那个整个就是银 那因为银银做得不错 那真的是很讲究 然后那个镀金的那个杯子 那表示说 他的生活的条件非常非常之高的 非常非常之高的 我们看他从一个人用的那个 他的餐具 我们就已经知道他的家间是 所以那里面客人要来的时候 那个什么东西东出来之后 他就配了一个汤匙 不过他的汤匙太大了 他的汤匙太大 有一种是比较小的汤匙 那银汤匙 那汇片起来或搭起来 会比较比较像样一点 那个布鲁斯特他的追忆式的年牌里面 那个一个伯爵 他家里那个餐具 那个咖啡店 那个就很标准 那个汤匙就非常漂亮 他那个太大了一点点 不过这也没办法 因为你准备的道具大概就是 就是不止 第一天他大概是不高兴 但是问题是那个 慢慢的经过叫做 互容互舍 人生里面 不管你在任何一种所谓条件之下里面 你都必须要去静下心来去 哪怕是出来乍到 到另外一个国家 或者我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去 你要慢慢去学习 有很多东西里面 一定会跟你合作不入的 不过你不要因为这样 好像气穴好像就离开了 要慢慢慢慢去学习 那其中他用了一项 那个也是很具象的东西 看电影 你必须要了解他有什么具象的东西 我们大概在台湾大概也都有习惯 因为每个人家家里装潢的 有地毯 不是地毯 地毯也好 地毯也好 我们去到他们家的时候 任何一个人家里 家里都应该怎么样 脱鞋子 半天就算脱鞋子 总是这样 那外国人其实没有了 那我们这个外国有外国的条件 不要以为说我们都学人家 如果要的话 那你就准备家里通通是 要随时打赏 然后还随时要什么 要打蜡 那个也蛮费功能 因为外国的条件 气候条件是比较干燥 比较干燥 所以我们不会十年里的 你看我们台湾的话 那十年里进去的话 地毯上米苏不脱鞋 那整个里面也是一团糟嘛 所以这也是我们跟其他的 比如说可以 其他国家里面不太一样 那撒尼亚也是啊 他们到了以后 他们会换上一双脱鞋 而且他们自己都是手工做的 很漂亮嘛 那女孩好像大陆的那个包包鞋 手工做的那个包包鞋 我觉得那个那是很棒 以前十几二十年前去的时候 我还会买到那种千层鞋 那个用手工货布 一针一针这样子 所以那个 我舍不得穿嘛 觉得说 用人工这样缝 现在能找不到吗 当然找不到 艾桑基亚也是一样 他们自己女孩子里面都会绣 有绣花鞋 漂亮 后来请问 那个艾桑有没有再继续穿 就已经慢慢入境十少 意思就是说 这整个他的一个心态里面 在这里里面 起为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变 所以这小小的一种面画 小小的一个所谓的剧场上面 或者是续剧电影上面里面 巨像的一个道具 很重要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但唯一的缺点里面 我认为他跟那个 Steven的一种情感里面 始终实上是 有 好像有一点点弱己度 李Steven也不太敢去做些什么 不过这个电影 我们是必须重新看待 因为刚才他有问我说 我们这个好像是 看起来是四分之三的 为什么不用 9比16 那他们法国人拍片 大部分都是 底片都一样 底片都一样 四分之三 但是拍的时候 他这边有一个摄影机 他这边有一条线 这边有一条线 这边下面也会有一条线 所以他拍的时候 最后洗的时候 他会冲到这边 所以这会变成怎么样 9比16 这个他没有遮了 他没有遮盖 所以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的话看起来 四分之三看起来有点像电视频 所以我看不懂 我看不懂是到底 因为我们拍电视的时候 那个机器 他画面就是等于这样子 画面就等于这样 所以在拍电的时候 那个如果拍电影去拍电视剧的话 那个导演都会告诉他说 自己找饭吃 自己找饭吃意思是什么 你都站到镜头外面去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请问你还能困吗 当然不能困 所以他说自己找饭吃意思就是 我出镜了是吧 所以两个人在讲话 明明是我们两个讲话 我们这样也可以讲话 所以这个剧里也可以讲 电影就可以了 电影是9比16 那个可以这样子看 所以他看起来很狭长 电视没有办法 电视所以两个人要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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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 他事实上是有慢慢的要进入这个城市 因为他每一次晚上的时候 都自己一个人到外面去慢慢散步 慢慢散步然后去认识了这个城市 其中他们有提到那个马尔赛宫 这个事实上是他们每次玩 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 但那个他只是说刚刚刚他们 没有将来都如果去的话 你住在巴黎那个卡旋门 他原本他十二条路都有 他有那么十二 类似十二条路 所以他下面的路就是我们现在驳徽 我觉得他是抄行那边 路好东是抄行那边有十二个角 这是从巴黎里面现在还有啊 现在有所以所以十二道光芒 其实是从那边来的 那十二条路呢 每一条路都有他的他的什么 他的那个通往 譬如说汤通往的是芳尔赛宫通往什么地方 所以当时他在拍那个那个谁 那个贝宁明要在要再盖那个金字塔的时候 之前他其实是没有灵感的 没有灵感 所以芳尔赛宫这个地方一直走 走到那个卡旋门再走 他每天早上都要上河 散步了一个礼拜他才想到 他才想到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贝宁明那个金字塔 硬生生地放在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建筑物 那个面前里面 我那个时候也不懂 那个他的创作理念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很多人谈论很多的那个什么 很多的那个那个路母里面去谈论他 建筑师里面的用 我都看不太懂 只有当地里面去看的时候 那刚好那一次我去的时候 刚好就从这个走人看过去 诶 那个金字塔就在那边 然后你可以透过去 透过金字塔玻璃看到方法塞光 所以我认为他那个看起来是 像格格不入 但实际上因为他是透理的 所以他两个新旧 他的建筑里面 实际上是可以融解在一起 但是他说那个 那个飞打说 我有一次想去 但因为罢工 所以就没有进去 没有关系 因为真正的巴黎人是不去那边的 就像我们真正台北人 好像不去布公一样 那个意思好像是就这样 其实不是不去 而是因为进庙七神 什么叫做进庙七神 你总认为那个 跑得都让跑不了庙嘛 那个庙应该就一直在那边 我随时随意都可以去啊 我为什么要积在这一时呢 观光课不一样 观光课要赶快吧 去参观完了以后 他要回家 如果没有去 那是上市的一次机会 那我们不一样 我们会说我们随时都可以去 不是这样子吗 所以说真正巴黎人没有去 观而赶快 你可以说真正巴黎人 里面没有上去 一定的还是很多 对不对 真正的没错啊 这个话里面 其实看着一个所谓的态势里面 我觉得也是相当相当有趣的 另外 华国的那个欧洲的咖啡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的好喝 真的是很好喝 所以去的时候去换国巴黎人 大部分贵的要灭 真的很贵啊 他们那个疫情 对那样看场 比如说威尼斯的那个广场 威尼斯广场不是有很多人在演奏乐器的那样 你坐在那边 算一下 他有这个 有一个把你已经算进去 就是乐队的欣赏的费用 差不多台币然后三百多块钱 那一杯咖啡 再加上融融中 好像差不多要一千块钱 一杯咖啡 但是你想说 大部分啦 大部分东方曲的 大部分都会喝一杯 拍个照 拿他一包皮包 算是做纪念说 你看我有来 大概就是这个证据嘛 那这个我想那个是比较贵 但是一般如果你是没有喝的话 他的麦当劳也很好 他的麦当劳真的很好 而且也有便宜 我们一杯那个 Espresso 那个那个浓缩咖啡 一杯多少几百万 你知道他多少钱 九毛 Oil 九毛Oil 而且非常非常香 我到现在还没有办法忘记 那个这个香味 那以前早期我去瑞士的时候 一杯咖啡 Espresso是17块台币 我们一杯那个时候 台湾卖超一百多元 你看怎么会差那么多 那也有男车 又男 所以那个咖啡厅 他们是供应的 当然 所以有个一天整片 我们的东方是坐在那个地方 他的起地步 有一点期待 我们现在的7月1个一样的 那个蓝色情调 蓝色情调那个那个 朱莉他不是他怎么吃 他早上都没吃东西 女孩子这样吃是不是很健康 我不知道 但是到下午去的时候 那个Coverallet就是 叫一杯咖啡 然后又往冰淇淋 然后把那个咖啡倒一点点 倒冰淇淋 就这样用汤子这样 又吃个饱 还又可以喝咖啡 然后这是过了一天 那又可以减肥 我不知道 那个通通是他们的 日常生活当中的某种形态的一部分 这个是可以大家做一个参考的 好 这个 这个 谁呀 那个Spin 他这个跟这个 潘娜这两对人的情感里面 其实琢磨都会比较少 但是那琢磨很多的倒是在谁身上